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牡丹車站出來 看到指標 往丟山指標 河潭 會走雕山古道的舊路 對山基礦的一坑跟三坑還有二坑 然後再接到雕山古道的主路 這一段的產業道路 大家會走個3K左右 十三層 二十四號的民宅這邊 轉進來 我們走這裡 煉金爐的遺址 感覺很像濃露 到了 煉金爐 真的耶 好酷喔 有沒有看到 很酷耶 煉聰就是在提煉沙津的地方 因為沙津裡面吼 它含有水銀 水銀裡面有拱 水銀嘛 所以它必須這邊提煉 把那個鍋蒸發掉 李建興來我們這邊做的是民國三十六年 做到民國六十一年 因為那個黃金就比較少了 留下一些坑口 你所腳踩的這一條底下 你踩到黃金這樣子 真的有黃金嗎 真的喔 很微量很微量 第八層 第九層 第十一層 是河流那邊 五十一層 過來這邊 水銀 這邊提煉黃金的 第十二層 我們就按燃業 齁齁齁齁齁齁 所以它裡面啊 都是 第十層很遠 黃金都在裡面 是 所以必須要這邊打倒水 興盛實體有兩千多人在這邊活動 真的喔 對啊 可是這邊還有九家咧 黃金新貴 對啊 哇 那個金礦局那邊倒 十三層十三 十三 十三最高嗎 對 這個是全面倒入 小心喔 手要緊握 繩索 好 滑下去的話 手也不能放 這個很恐怖 對啊 手手握著繩子 好 握緊握緊 手不要放喔 喔 這真的是很恐怖 它斷層 對 斷層的話 它那個金礦的 它有礦脈 一真疊下去 要打一個坑洞 裡面去看 它應該是在民國三十 人前 三十六人前左右 有帶的 就掌握在這邊 我自己說 你看看 看起來很壯眼在那邊啊 那為什麼它還可以往上再掌 哇 太厲害了 它這邊要向陽 對 你要切一段 拆在圖裡 才會掌握 這一段好平緩喔 這裡有一個 一個土草有沒有 水鍋 大水鍋有沒有 對 它是通往那個黃金隧道上面 那個硬 礦車印到這邊 天啊這個路徑太驚人了 看這有多滑多滑的這一段 然後現在前面又困在一個滑的石頭 對 這個一坑口幾公里啊 它的地圖喔 簡單講 就像台北市的一個地圖 因為它進去有 又有線 又有一片道 又二片道 又三片道 還有礦礦很多啊 對 你看幾十人一直開台 每天進度 那個一女生 一女生 你看幾十人 你看要多生就知道 它已經到瀑布了耶 最近 你有沒有看到 噢 深到底的坡度 非常的滑 這裡是好漢坡 蛤 這還不是好漢坡 看人要欺騙我 或今天沒有什麼 就一小段上坡 什麼一小段 啊啊啊啊 這邊要滑 樹根啊 樹根滑 好漢坡來了 好漢坡來了 哇 經驗了什麼 小心啊 我再上去 不是 你的鐮刀滾下來 真的 危險啊 會砍到我們 哈哈哈 好 哦 這邊叫做柳龍桃 對 柳龍桃 以前三坑的黃金土 從這邊來 這邊是軌道 有沒有 軌道 對 然後台車我們就翻下去 黃金石是在那邊 出口一上一下 就運軟一坑 黃金水帶我們自己取的名字 因為這邊的輕便車要經過 然後左邊這邊有一個礦坑 它是碳那個礦脈 找進去的 真的有黃金喔 有啦 是微乎其微 看不出來 它有一卡車裡面 有一錢重的黃金 等於你一個戒指 給它 眼神粉放在一大卡車的圖裡面 你看得到嗎 看不出來 這邊的路徑依舊是相當滑的 但是已經比剛剛的稍微 可以便宜一些些了啦 是葡萄嗎 不是吧 當然不是啊 不是葡萄啦 當然不是啊 很特別的植物 三坑到囉 三坑結束之後往回走一小段 二十二坑 三坑 要前往二坑的路上 非常的滑 這邊有一個輪子 還有一個愛君 待會我們要往這邊 走到 這是二坑喔 這是二坑喔 哦 二坑在這裡 好美喔 好美喔 路在哪裡 在這個繩子耶 因為一般會不小心走到那裡去了 好不好走耶 這個很濕滑 出現了 台車的軌道耶 哇 我們現在走在軌道上 可是很難走 夏天爬山真的好美 真的是大爆汗 你說吧 我現在超懵懵的程度 一到十分幾分 我看全都是便利性的 你說你別我鄉的意思嗎 為什麼你要不要走前面 我聞你的那個汗位看看 這 這非常 你要轉過來吧 面向那個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路徑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 先看鏡頭了 好 沒關係 這裡太危險了 哇 破滑了 各種難走耶 哦 老天啊 輕便到一點都不輕便喔 愛小心喔 最後一段了 大家加油 來來來我們已經走到正統的刁山古道了 我們經歷了 我們快要幾個小時啊 哦 我們從九點開始走 九點半開始走 走四個小時 這過程當中 不知道在走什麼路 原始到有個極限 基本上就山腔身材全程這樣子 然後超級無地滑 然後 看來說現在都是走到 人走的路了 我們剛剛走山腔走的路 對對不對 你看說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什麼 啊 掉山苦道啊 真的到掉山苦道了 真心沒有騙人 都是這種路了 室務所礦產遺址 坐在這裡 有沒有室務所的礦產遺址啊 繼續 往上走 這邊很像草陵古道 有點像陽明山的大屯山系的路徑 也有點像桃園谷 這裡是什麼 雕山古道的出口了 對對 哇 好棒耶 到了 雕山古道的出口之後呢 有一批 人馬已經往 金瓜石走了 剩下的我們 這大隊 是偶遺團 我們要去九份吃偶遺了 啊 現在有點忘卻了 早上的辛勞了 現在走在草山站被道上面 這邊 可以看到茶壺山 然後正前風 雷霆風 就是基隆山 一定要空拍 等一下 美美的雷霆風 我們 對啊 你可以覺得很快就到了 走到了 樹梅亭觀景台囉 我們要走樹梅亭古道 這裡都是一早上舒服很多的 當泰然說這樣走一走走一走 是不是有忘記早上的 累啦 好像真的有點忘了耶 你看到美美的 基隆雨 基隆山之後 啊 現在呢 就是目標直接放在那裡 all in all in all in 我們已經走到了 九份四號的福德池這邊 上個洗手間 接下來我們要 再走八百多公尺 九份老街 終於 我心裡最大的目的 一元兵 好 太棒了 好好吃喔 今天的行程 老實說 算蠻好玩的啦 太人在偷笑 因為 一般大眾的雕端古道就是上上階屁啊 但是我們今天有走到 他們說 新開發出來的舊道 然後看蠻多遺址的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輕鬆啊 稍微 攀上攀下 哦 基本上是學山上走路而已嘛 哈哈 那你覺得怎麼樣 還吃冰 拜拜喔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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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on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